1076年,已于花甲之年的兆变,深感岁月不饶人,经历日渐衰退,无法再肩负朝廷重任,岁生归隐之心,兆变在北宋时期担任了多届官职,他曾经在三个皇帝手下任职,并五次请求退休,但皇帝并未批准。 此次,他决心抛却世间繁杂,寻觅山间清幽,过上悠然自得的生活,因此,他毅然决然地向宋神宗呈上了恳切的还乡之情,闻此消息,宋神宗神情骤变,怒气冲冲,身旁的内奸健壮,惊得连忙褪比三摄,待神宗怒火烧平,其中一位内奸小心翼翼地问道,陛下,为何如此动怒? 神宗二话不说,将手中的奏折狠狠地置给内奸,奏折上赫然写着赵变的请辞书,内奸低声念道,赵大人如此执着,这已是第五次上书请辞了。 既然赵变屡次请辞,宋神宗为何迟迟不肯放他离去呢?这铁面玉使赵变究竟有何过人之处?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赵变,生于宋真宗大中降伏元年,1008年,年少时便成为孤儿,生活困苦,然而,他并未因此消沉,反而在长兄赵振的抚养下,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毅力和财情,他潜心致志。 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,为日后的辉煌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时光荏苒,景佑元年,1034年,赵变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以科进士,从而步入了仕途,他被任命为武安军节度推官,面对这一职位,他尽职尽责,秉公执法。 当时,有人在大赦前伪造公章,在大赦后使用此行为触犯了法律,执法人员认为其罪当死,然而赵变却不这么认为,他以独特的洞察力深入剖析案情,最终为罪犯辩护道,大赦前未使用公章,大赦后已为制造公章,岂无罪。 他的辩护有理有据,最终使罪犯得以免于一死,此后,召变历任崇安、海陵、江源三县之县,以及四州通判,在任期间,他勤政爱民,甚受百姓爱戴,无论在何处任职,他都以民为本,积极推行善政,在豪州之州不按规定给士族发放衣食等物的情况下,导致兵士们怨声载道,甚至扬言要兵变,执州畏举之下,太阳还未下山,就紧闭城门不办公,转运使得知此事, 导致兵召变代为处理,召变接令后,不畏奸写,迅速赶往豪州,他抵达豪州后,并未急于行事,而是像平时一样从容办公,他深入了解情况。 安抚民心,最终成功地平定了豪州的动荡局势,召变的才情和胆识,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,他的事迹传颂一时,成为朝廷中一颗耀眼的新星,然而,他并未因此骄傲自满,反而更加轻逊低调, 他在官场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,不为权势所动摇。 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,成为后人敬仰的楷模,此事过后,召变为人正直,而且处理问题也很公正的名声渐渐传开, 不久被朝廷调到京师做官,汉林学士增功量,学富武车,才高八斗,然而他与赵变素未谋面,尽管如此,他却历见赵变为殿中诗语史, 这一举动引起了朝廷的广泛关注,赵变上任后,不畏强权,不惧奸命,弹劾之事无所避讳, 他以刚正不阿的铁面形象著称,令京师之中的官员无不敬畏,赵变深知君子的德行对于国家的重要性, 他主张君子应当以德行为先,为国家设计着想,他强调君子之道在于政绩, 而小人之道则在于取巧,对于小人的过失虽然轻微,但仍需予以清楚, 而对于君子的过失则应予以保全,助其修身养性,成就德行, 这一见解深刻而独到,令人叹服,在朝廷中照遍以直言赶箭著称, 他对于权贵宁性的弹劾无所畏惧,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, 他始终坚守正义的立场,他的铁面形象不仅令奸命之徒望而生畏, 更赢得了百姓的敬爱和信任,在皇右六年, 一千零五十四年,秋,宋仁宗张贵妃,后追逝温成皇后,并逝后。 照遍对于朝廷中的一些不正之风深感忧虑, 他对于刘汉身兼述职的行为提出了质疑, 认为这有爱政体之清明,同时,他也指出了宰相臣职中学识不足, 刑事怪谬的问题,以及宣辉史王拱臣等人行为不法的问题, 对于疏密史王德勇,汉林学士李叔的不称职行为, 照遍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弹劾, 在照遍的坚持下,这些不称职的官员最终被罢免, 然而,照遍并没有因此而满足,他认为吴冲,居真卿, 刁约等人因制裁离院利索而获罪是不公正的马尊。 吕景初,吴忠复等人因议论宰相良事而遭贬也是不合理的, 他挺身而出,为这些被冤枉的官员辩护, 最终使得他们得以平反昭雪, 照遍的正义之举得到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赞誉, 他的铁面形象不仅令奸命之徒望而生畏, 更赢得了百姓的敬爱和信任, 他的清廉刚正之风范传颂于世,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, 然而,照遍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, 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, 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, 他始终坚守着君子的德行和操守,以身作则。 为朝廷和百姓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, 总之,照遍是一位清廉刚正,铁面无私的官员, 他的正义之举不仅令奸命之徒望而生畏, 更赢得了百姓的敬爱和信任, 他的风范传颂于世,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和榜样, 在京师,照遍担任过幼司舰, 在这个重要的职位上, 他以铁尖丹道义,以妙手著文章, 为朝廷的清明与百姓的福祉尽心竭力。 当时,宫中有一位名叫邓宝信的内侍, 勾结退兵董吉, 在进宫之中炼丹修道, 妄图借此迷惑盛听, 照遍对此深感忧虑, 他以西汉的文成、武力以及唐代的郑柱等妖道为力, 尖锐地指出邓宝信等人的危害, 他言辞犀利, 直指要害, 让那些心怀不轨之人无处遁形, 然而, 幻海之中波绝云鬼, 陈生之因与宦官勾结而升迁, 照遍与建官唐介, 吕慧, 范师道等人义愤填膺, 他们不畏强权, 不具报复, 毅然揭露陈生之的艰险面目, 他们上书二十多次, 弹劾齐飞, 终于使陈生之被罢免, 然而, 照遍也因此被撤职, 外放前周任之周, 前周素来民风淳朴, 然而治理不义, 照遍到任后, 推行言而不可的政令, 他深知, 为政之道在于得民心, 因此特别注重与民修夕, 他下令各县令层层层监督, 使政令得以顺利执行, 在他的治理下, 前周的社会秩序逐渐安定, 百姓安居乐业, 各县令都心悦臣服的尽其所能为民服务, 而监狱也逐渐空无一人, 照遍不仅在治理地方上表现出色, 他更是一位体恤民情的官员, 当他了解到领外的一些官员去世后, 家人无法归葬的情况时, 他深感同情, 于是, 他亲自督造百艘船只, 并告诫个郡, 光患人家有无法回家的, 我都愿意提供帮助, 此举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得以归乡安葬亲人, 照遍的善举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, 此后, 照遍回京任世欲史之杂事, 又改任都之父史, 升任天章阁代志, 和北都转运史, 在这个职位上, 他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原则立场, 当时的前任宰相贾昌朝巡视大明府, 试图通过权势干预照遍的工作, 然而, 照遍坚守正义, 不畏强权, 坚决检查府库, 贾昌朝见状不悦, 试图以先例为由, 阻止照遍的行动, 然而照遍却以礼服人, 魏郡不查, 其他郡就不会服气, 最终坚持查验府库, 这一行动彰显了他的刚正不阿和坚持原则的精神, 在河北都转运史任上, 照遍还遇到了一件棘手之事, 当时因为能按期招募购义勇香兵而受罚的官吏已达八百余人, 照遍奉召都则此事, 他深知此事牵涉甚广, 处理不当会引发更大的纷争, 于是他奏请仁宗皇帝从宽处理那些受罚的官吏, 待农贤之时再行招募之事, 仁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, 受罚者得以平反招学, 义勇也招募足够, 贾昌朝也因此对他心悦诚服, 照遍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, 他在幻海中沉服, 但他始终坚守正义和良知, 成为一代名臣, 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人追求公义与良知, 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, 宋英宗之位位极四载, 便抱养而终, 年仅三十有六, 其后天之骄子, 年仅十九的宋神宗赵虚, 成绩大统, 成天之幼, 既往开来, 闻赵遍之义事, 神宗心生敬仰, 遂赵其自属地回京, 再度败为建官, 朝臣对此举皆感困惑, 神宗则坦然言道, 朕欲纳赵遍之直言, 以赴镇宫, 每当朝政有诗, 赵遍必密奏已沉, 神宗亦亲笔回之, 已是尊重年轻的皇帝深信, 变法可解国困, 此时, 王安时执掌政局, 他提出的变法之策, 复国, 强兵, 选士之法, 构思宏伟, 然实行起来, 却民怨沸腾, 赵遍对此深感忧虑, 他历程国家财政困乏, 岂能强兵, 两人于朝堂之上争论不休, 争执无果, 赵遍自觉年老历衰, 无力在里朝政, 于是连上五书, 恳求告老还乡, 然而神宗皆未允准, 恰逢蜀地数族作乱, 神宗似良将而不得, 赵遍遍已六十八岁高龄, 闻之即应召请行, 然他提出条件, 陈若得胜而归, 恳请陛下准臣归也, 神宗未闻蜀地, 无奈答应, 赵遍至蜀, 及尚书神宗, 臣望陛下务事事揭报, 臣定当闻手蜀地, 安抚百姓, 神宗准奏, 赵遍此番蜀行, 汲取前车之剑, 不再用刑俊法, 他耐心劝导叛乱之族长, 我与你同龄, 孤身入蜀, 为天子镇守一方, 你一清廉自首, 统帅士族, 代数期结束, 归家与妻儿团聚, 岂不美哉, 或许是赵遍的诚心打动了他, 族长解散了叛乱之人, 属地恢复安宁, 神宗见赵遍功成而返, 履行前沿, 准其辞官归隐, 此时赵遍已72岁高龄, 告别了繁华的朝廷, 赵遍的围观之道体现了忠诚, 公正, 清廉的品质, 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奉献, 在政治上表现出色, 他弹劾不必权贵, 以铁面玉石著称, 他善于治理, 为政简易, 长厚清修, 注重法治与德治的结合, 在地方治理方面, 他兴修水利, 旧宰镇荒, 甚得民心, 在中央任职时, 他直言赶箭, 曾多次上书弹劾官员, 为民请命, 此外, 赵遍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, 他的诗文清新自然, 意境深远, 他的著作《赵清宪公集》流传至今, 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, 总的来说, 赵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, 文学家和清官, 他的一生充满了智慧和才华, 他的品德和行为成为后世之楷模, 在1649年冬, 经过长达一年的围攻, 尚可喜终于攻下广州, 击败了南明残余力量, 明史, 既在他斩六千余级, 逆死者慎重, 这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屠城, 成为他心中永久的痛, 他目睹着广州城内浮尸田和百姓涂炭, 作为一个统治者, 他感到无比苦涩和自责, 这种内心的痛苦和自责使他时常自我开解, 然而在夜半难免时, 那些幽灵式的惨豪仍深深折磨着他, 然而他心中那股罪恶感仍然像密不透风的迷雾般笼罩着他, 尚可喜在击败南明名将李定国, 使清朝在广东稳定之后, 明朝灭亡, 天下太平, 在广东维持了社会秩序, 重建了礼乐文教, 安抚了南明移民, 促进了农业发展, 他还捐资广建佛寺, 容纳了明末出家的学者, 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罪恶, 同时, 他并没有按照惯例进行圈地, 他在东南沿海, 一面打击郑成功等沿海抗清势力, 一面请求朝廷取消签借近海之命, 如果朝廷不答应, 他就镇压百姓反抗, 尚可喜在广东还实行了私事私税政策, 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, 垄断了银, 矿集一切贸易, 因此当时有人称平南之父, 甲于天下, 这种政策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, 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和争议, 尚可喜在广州逐渐稳定下来, 他开始广纳妻妻, 根据记载, 他有24位妻妻, 子女多达69个, 对于这种行为, 有人认为他是好色之徒, 也有人认为这是他的自保之道, 为了进一步试探李从柯的态度, 石敬堂尚书请求辞去马步兵总管的职务, 希望到其他地方任节度时, 如果李从柯同意让他离开河东, 就证明他对自己的怀疑是真实的, 如果李从柯安抚他留任, 则说明他没有加害之心, 然而, 李从柯在大臣薛文玉的建议下决定先发制人, 薛文玉说, 河东调动也会反, 不调动也会反, 时间不会太长, 不如先下手为强, 这个决策最终导致了石敬堂勾结契丹, 建立后进的局面, 也为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带来了重大变化, 在清太三年, 936年, 5月, 石敬堂被改任为运州节度使, 进封赵国公, 又被赐予福天启运中正功臣的名号, 然而, 这只是李从柯的缓兵之计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他对石敬堂的猜忌和防范愈演愈烈, 最终, 在张敬堂领兵攻打太原的激烈战斗中, 石敬堂亲自上阵, 抵御敌军的进攻, 尽管人心坚定, 但城内粮仓日渐空虚, 尽管面临困境, 但石敬堂仍然坚决抵抗, 石敬堂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, 并临城下, 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, 无法抵挡敌军的进攻,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, 石敬堂计划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援, 他开出了诱人的条件, 割让幽云十六周给契丹, 每年进攻大批财物, 甚至自称儿国, 然而, 这些条件遭到了刘之远的反对, 这位厚瀚高祖认为条件太过屈辱, 他不建议石敬堂许诺这么多, 然而, 石敬堂在桑维汉的支持下一意孤行, 此时, 耶律德光正愁没有机会南下, 石敬堂的球员让他喜出望外, 他立即领兵从燕门关南下, 成功地偷袭了大败后唐军队, 杀死一万多人, 在这种背景下, 石敬堂于后晋天赋元年十一月几亥日, 九百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, 在柳林, 金山西, 太原市东南, 即位为皇帝, 他向契丹主耶律德光称臣, 并接受了耶律德光授予的皇帝称号和国号进, 作为回报, 石敬堂将幽云十六周, 即今天的河北和山西北部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契丹, 这一行为被后人所谴责, 因为他不仅使中原失去大片领土, 而且使契丹轻易占领了长城一带的险要地区, 尽管石敬堂的行为看似反常, 但他的部下却看出了端倪, 在一次朝廷派员未劳将士的场合下, 有三十六名将领高呼万岁, 想拥立石敬堂为皇帝以邀功情赏, 石敬堂为了防止事情泄露, 毫不犹豫地将这些领头的将领处死, 这一举动显示出他果决而残忍的一面, 也是他对李从柯的深深疑虑和不信任的体现, 夺门事件的发生震惊了整个明朝, 尽管朱祁镇重新登基后试图进行一些改革, 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解决明朝政治的根本问题, 同时夺门事件也加剧了明朝政治的混乱和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, 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, 通过了解夺门事件背后的真相,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明朝历史的演变和发展, 这场政变的发生不仅揭示了明朝政治的腐败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, 也提醒我们在追求改革的同时, 要注重权力的平衡和稳定的重要性, 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后被俘, 其皇位被朱祁玉所取代, 然而,朱祁玉并未对这位曾经的皇帝, 自己的亲哥哥给予应有的尊重, 相反,他在朱祁镇被俘期间, 趁机巩固自己的权力, 将朱祁镇软禁在南宫, 严格限制其与外界的联系。